在做溫泉法的立法 溫泉法的立法大概經過了將近八九年 八九年一讀二讀 到三讀的時候 其實九三年是最重要的關鍵 那個叫做要公其必其一義 也就是說經過行政單位 立法單位 包括所謂的叫做反對 其實永遠有所謂的左派右派 很多的產業要變成立法之前 就變成政府要管理 政府要管理的角度就是說 我有法管理你 然後政府對政府來講的角度是有稅收 這個是一個立法的很大的精神 那也把一些叫做雜亂無章的一些 很多叫做不太合法的這種產業 或是很奇奇怪怪的現象 把它消你變成一個先進國家的一個方式 所以九三年的時候 我被負一個責任 剛好在前兩三年 前三年我們進入世界衛生組織 Prentest六十三個國家進去了 進去之後對不對 衛生 那時候的衛生署 衛生署的很多的署長 跟副署長或是疾病管自己的獨行者 獨行者都有來案給我 他說恭喜你們 你們的溫權既然能夠進入世界衛生組織Prentest 然後就跟我們協調就是說 很多立法委員就說 當然有國民黨民進黨的立法委員協調 是不是威權有法準備在九三年把它通過 那我被負一個責任 就是代表世界衛生組織Prentest六十三個國家 把他們帶到台灣 帶到台灣辦這場大會 那辦這場大會其實說真的 因為WHO的活動就在台灣辦 中國節契是阻撓的 中國老闆就知道我們消息了 當然是拼命的罪殺我們 拼命在美國、日本、俄羅斯 因為我們的大會的主席 那時候是在俄羅斯 俄羅斯的大會主席 秘書長在意大利 包括他們要到台灣之前 都說到中國駐俄羅斯跟意大利的大使館的阻撓 不需要讓他們到台灣來 那我是膽子比較大 我真的很像他不怕死 不太怕死 但是也還好 因為我覺得台灣不然就要走出去 我們對台灣也要走出去 所以有時候冒典風險是應該的 所以93年的時候 我們起調了大概被阻撓之後 只能順22個國家 只順22個國家 而且還比較不太敢用 很公然 或是大方向的 整個招牌記者會的方式去辦 所以我是前市長分的市場論壇 台北一切大學 台北一切大學要感謝中華自然一切協會 那時候是李映忠 李映忠當理事長 他協助 協助在 然後林家谷 林家谷醫師叫做在北藝借場地 我很感謝 場地會非常便宜 非常便宜 讓我在台北 台北這場辦 然後後來沿著大學 沿著大學是第二場在風雨館辦 第三場在台中中醫藥大學 那個營養系的主任 院長全部出席 副校長也全部出席 第四場就是由高醫 高醫 而且是列入高雄 史料醫療史料文中 史料中心的叫做管制 就是活動並管制 我今天就是替台灣寫了一個 進入世界衛生組織 Fantasy的一個歷史的見證 但是我也感謝 那時候的終結醫師的支持 台北說得太偉大了 我從來沒有看到一個 這麼偉大的人物 真的 不哪一分一好 跟著我到處本土啊 我參加記者會 在北藝參加記者會 他就來參加記者會 那時候葉正秀陪著他 開車陪著他 來參加我的北藝的記者會 參加我營資大學的記者會 參加我們在飯店開的記者會 參加我們在溫泉費館 比如說在新北市的 每年堂會館 記者會 他全部每一場都到喜 我不想 說真的我們人量一起 我也真的是何德何恩啊 會有一張老人家 不吃辛苦 不吃辛勞 脫著他的身體 陪著我們這些年輕人 對不對 這樣子到處一場一場的趕 一場一場的跑 對不對 雖然我在車上被他罵過了 他說你這個小子 那個混蛋 我跟你搞那麼辛苦 你臉車把費都不太給我 我說 我說 忠賢醫師啊 實在是沒辦法 我要醜五百萬了 真的 我醜五百萬 我已經每天都睡不著覺了 我只好先把你 先把你各自來發佈 結果比他老人家心胸這麼開闊 那就是為了台灣嘛 那就是為了人量一些嘛 那就是為了這些輔助醫學的發展啊 他整個身心靈都投入進去了 跟著我們無焉無悔的去把他整年度考完 整年度考完 所以我覺得到現在我還是很非常感恩他 非常感恩他 所以其實這幾年 這幾年後來我們幾個協會 幾個協會當然就是說也感恩他 因為我們記得說我們當初大會也不太有收入嘛 三年之後 大概三年之後 兩三年之後 我們協會各方面的收入才比較完整 比較完整的時候 我們再請他到 到我們遠資大學這邊來替我們一些學生開課 大概開了兩三年了 就是我們開設計 帶他到我們遠資大學或到我們協會來做一個 開一個拯救的課 還有費拯救處理 所以我們現在協會不對啊 然後功夫都寫 都跟他學了 學了三年費的一些 花了一些講師會 我們真的是覺得太值得 學到了一生的功夫啊 對於這個拯救應用在身體的促療這部分 我們幾乎學他的原理 把它搞清楚 然後用人量醫學檢測 把它搞得很清楚 我想這個對我們來講說是很好的收穫 我想辦了這場之後對不對 再來就是隔年嘛 因為隔年我一直想到說 我們人量醫學一直提到騙 一直提到騙的發展 到底怎麼樣 我覺得會很關心這個騙到在台灣發展 要怎麼發展 那我就相同在後來的兩年 後來的兩年的時候 我就在一些大學 一些大學辦一些輔助醫學 都自然一些的協助院考慮 當然也接受了衛生署 當初的副組長陳載勤在書裡面見面 靜靜地其實講說不好聽是在修優 他說說這種一個傢伙 那個Kent 我們醫師對不對 對這個Kent不太清楚對不對 但是你又跟一群這個叫做醫師對不對 在做這個Kent 我們也尊重你 我們也尊重你 這樣好了 那時候我們的理事長是 我們理事長是前理事長 他有提到他 他說 楊志良說 這個東西Kent是不要管他 最好不要去管他對不對 因為這個東西我們現在沒有時間去管他 我們就把劍搞好就好了 陳載勤直接跟我這樣講了 他跟我這樣講 但是還是尊重 大家會在拍那個 醫師處跟醫師處的人 到我們現場來演講 也來支持 我想經過那一場 我大概對Kent的角度就比較清楚 這政府的角度 那今年為什麼一定要辦這一場 我自己的今年是最好的時機 如果你今天不辦就錯過時機了 因為我們台灣講 講做這個兩黨政治很麻煩 明後年都是大學 都是大學 那真的是拼得很亂七八糟的 如果我們從去年 去年運作到今年來講的話 我們會把Kent那個方向對不對 整個讓總統府知道 所以我把Kent的方向 包括我們人量力協會發展Kent的方向對不對 我都傳真跟寄資料給總統府 總統府再轉資料給行政業驗展 也轉給那個衛福部 衛福部 所以第一個我們一次拜會 一次拜會 只是有時候時間上部長要接見我們的時候 七月份二十幾號部長要接我們 但是剛好那時候交接 到底書長變部長不知道 所以我們就暫緩拜會 所以後來還是去了 還是去了 但是去了就發生一個問題 部長剛好被實安問題搞到 全部到立法院去報告 哇他們教徒爛了 再怎麼教徒爛了 他還在派人接見我們 接見我們 接見我們的意見 所以我覺得一個方向突破了 就是說 中央也好 行政單位也好 立法的單位也好 也知道說 我們這個單位已經不知道了 我們也打算集合這麼多單位 願意來做這件事情 也希望這件事情能夠對台灣的醫療 或將來的立法 有一些基礎 或是有一些方向被看到 我想這個是跑出了 所以我今年也特意的請我們市政年 市政年 為什麼要結合這一點在前面前辦一場 因為市政年不太會跑出來給人家看到 因為他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的市政年 那再怎麼講說這北美代表 總統不會管代他們吃飯 然後我們另外的地方是 外交部長都會到 然後很重要的單位都會到 但是像個角度 有時候應該談到市衛的時候 這些終究我們台灣 甚至不會很講敏感 所以有時候就沒有在場內應說 那像我協會也是因言忌諱 進入世界衛生組織NGO 進入世界衛生組織 目前在北美的分配 北美的這個叫做市政年 那在裡面我都可以運作 就換個角度 這幾年我也要謝謝一些長輩的提拔 讓我在世界能夠參與這樣一百多個國家 或者是衛生組織溫泉分配是六十三個國家 我再以以會員或團體代表的角度進去開會 我才見到說哇這個世界很好 非常有意思 反觀我們再看台灣 我覺得人量醫學 輔助醫學在台灣 應該這兩年如果好好努力 我就可以看到它未來的發展 也會看到它未來能夠有開發結構的一個方向 這可以看得到 但就是需要大家 理事長跟理事長之間 還有大家之間 要能夠 要有一種叫做和平的心態 就是說大家也不計前線 大家可以彼此共濃 共濃 佛法角度就是 就是心無所助而生起心 如果這件事情是對的 我們就去努力去做到它 教護理講的嘛 我們量子力學會講到補貼效率 這個模式裡面那一天轉變了 我們未來整個能量醫學也好 輔助醫學也好 EBK也好 也許會看到燦爛的火花 結果可以一起 可是現在努力一點一點的去做 將來可以看得到 我想這個是我們要走的路 那再來就大概 感謝我們 我們的能量醫學會的靈異心 醫師 也感謝他 對我多所包容 有時候在做事情 調皮打蛋一下 要見諒要見諒 所以有 我想內部是很團結的 內部很團結 其實真的沒有任何一點的 一點的一個 一個不同的意見 就是潛力做 那希望就是說 將來我們再努力 有另外的醫學會 或是聯盟的協會 願意去承接體格法 我想這個是聯盟的精神 那也有未來的編進 再來我還是感謝我們的大會主席 楊歇峰醫師 我們的林姓醫師 還有共同聯盟的醫師團體 感謝各位 幸會 謝謝